三大迹象网络疯传 TFBOYS即将解散 十年失约了吗 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三小只 合体开演唱会了吗 TFBOYS小小年纪就出道 当时王源王俊凯和易阳千玺 三人加起来平均年龄才12岁 青春阳光正向的风格 2013出道以来迅速走红 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就算不知道也一定听过这首歌 一首青春修炼手册 掳获大批粉丝的心 尼管从2017年开始 公司分别为成员成立工作室 各自发展 越来越少 以三人偶像团体的身份亮相 春晚和一年一度的出道演唱会 就成为TFBOYS的 例行性合体活动 但奇怪的是 今年三名成员却分开过年了 在预录的北京春晚 明明同台却没有合体 不仅没在舞台上碰面 就连出席身份都有所不同 而按照惯例 每年都会以团体形式发表的歌曲 至今也没有消息 更有网友斩钉截铁的指出 今年不会有周年演唱会 TFBOYS真的要解散了 甚至还加码挖出 成员们不能互相提到对方的迹象 有一说是当三人各自活动时 是处于竞争的关系 另一说是不希望三人绑在一起 各自转型后撕不开偶像的标签 种种不寻常的迹象 引发网络疯传解散说 所属经纪公司 火速发表声明 郑重宣布 传闻与事实不符 TFBOYS没有要解散 更要求网友尽快删除不实讯息 并保留法律追究责任 但对于今年是否有演唱会仪式 则没有多提 不过对此 四叶草们却是很淡定 更称每当网传解散的时候 就是即将要开周年演唱会的时候 我们得到了太多的赞 此刻终于可以帮我们来守护你了 我是王俊涵 我是王俊 我是杨清醒 我们是TFBOYS 十年约定 你们不离 我们不去 面对一年一传的解散风波和众多揣测 看来粉丝们更选择相信 和TFBOYS的十年之约 其他网友 王俊凯和易烊千玺 都在各自的演艺路上发光发热 持续带给观众更多好作品